梅婷 她的她前夫燕坡,两人认识不到三个月就闪婚,但婚后的梅婷逐渐发现,燕坡不仅把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,甚至还和李小冉传绯闻,而她也毅然决然带着女儿离开了她,结束了这六年的婚姻,其实,梅婷与燕坡的这一段失败的婚姻,更像是年轻时的未经事事,还好在离婚的第五个年头,梅婷遇到了曾健,才得以走出阴影。 曾健是我们所熟悉的摄影师,剪辑师,拿过金马奖,英雄奖,金鸡奖等等,有此背景,难怪梅婷一直不公开,而如今她也是一个好老公,好爸爸,2012年年,两人闪婚后,曾健便毫不吝啬,得展示对妻子宠爱, 家里的家务,带孩子都是曾健去做,而媒婷只是负责指挥,而情感导师赵川也说过,我们会在每个阶段喜欢一个人,不同的时间,地点,心境,标准,但都是哪个阶段的最爱。 说起情感导师赵川,由他主持的情感节目,现在就告白三目前已经强势回归。 近日,节目便迎来了一位A货奇葩男,一上台就迫不及他胜负,但出乎意料的是,男孩送女孩的所有东西都是A货,包括求婚礼物。 最后,女孩狠,气愤的扔了一张银行卡便转身离开,其实,女方并不是悬弃男方送A货礼物,她嫌弃的是男方跟虚伪,让她看不到未来,但曾健就不一样,她给了媒婷最需要的安全感。 如今,43岁的梅婷又开始拍戏了,而她的一生儿女也越来越大,姐弟俩都完美继承了妈妈的好基业,5岁女儿简直就是缩小版梅婷,3岁的儿许久不见,眼睛长开超水灵,不少网友绝呼,这以后的祸害多少女孩子。 至于梅婷的前夫妍婆呢,离婚后和李小婉走到了一起,但后面还是分手了,现如今的她也拥有了自己的幸福,但很低调,或许公众娱乐给了她太多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了,希望她也能像李小婉和梅婷一样越来越幸福。